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介绍一下定规 在聊天的过程中 不允许称呼对方的头衔 比如老师 指导 歌等一切带有尊敬意味的头衔 如果称呼头衔 即被视为犯规 全场犯规次数最多的人 将在最后负责结账 犯规最多应该是我了 现在队里谁最大的 闹不清 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真不知道 张丽雅 最小的现在是 最小的就97的吧 98的吗 98的 98的 差多少 17 17岁 跨度也太大了吧 其他队其实也都这样 其他队没有81的 81的很少了 81现在整个中超还有谁 陶阳 现在我印象中 8384那批都不多了 其实最集中的是我们这批 83就是那种吗 韩鹏吗 韩鹏 王强 王强 他们现在人是老中青 那你算是老子了吗 算年轻队员吧 他职业了 职业 你就说就是平常训练啊 吃啊什么的东西 因为课长 我俩有时候欲误 他太老干部了 起来就喝茶 起来就喝茶 然后就和两个孩子视频 然后就背着手 背着手 睡三步 三步必须背手 确实是老干部 你听上去背手三步吗 我不背手 我都是这样 客场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到的比较晚 所以一般第二天早上的 那个早餐嘛 都自由 但八点钟你绝对可以听到 那个 那个食欲食的那种 哗啦哗啦的声音 拿开泡一口茶 然后再喝茶 作息比较这个规律 那么多年了 好像在我印象中就是没有 一年可能 一年可能也不一定有两次 能睡这个 说一向人家人一向睡到十一二点 没有 从来没有 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 六点四十就起 小孩 七点钟他就得起 我六点四十起来 送上幼儿园 我得先弄完 弄完以后 两个孩子都得弄幼儿园去 然后我就开始 七点钟到七点半之间 我跟我老婆一人弄一个 等于你每天是回家住 现在 对对对 走去 去年 当时汪强他们来的时候说 就是当年人和冲超成功那年的时候 出去玩到很晚 对对对 那一次早上还六点半起吧 那次我想想回家了 陪孩子 哎呦 这是老干部啊 他们这一批球员 就85这批球员 爱好基本上就是喝茶 喝茶 好像真是 他们之间交流都是 哎 最近有什么好茶吗 拿点 然后我们这些 真是就是基本上 就是说到哪一人带一个小茶壶 喝点茶 那真的是玩不到一起去 你看你们是喝茶 你们俩是不是也是会比较 就是没有什么共同的兴趣 不是说也没事也喝茶 不会有 感觉有代沟啊 完全不会啊 对啊 他们队没有特别那种 就是性格比较张扬的队员 没有 整个全队都没有 他们队特别佛系 就是老队员带的 你看刘健也是挺稳的 杭鹏其实也挺稳的 稍微不稳的是 对吗 王强 对吧 我觉得可能是 成哥还不稳啊 哎哎哎 你丁着他呢 他挺稳的 我觉得 他平时就是 没事了叫我 哎不想走 看个电影去 啥呢 就拉着我看电影 哪有钱啊 看电影 我那是在想 哪有大老爷们俩 也会说看电影呢 那要有个爱情电影的话 你俩会一起看吗 那肯定不能看 你会选择这种爱情电影看吗 哎刚才我听的那个 咱刚才两代说 谁 韩鹏要跟你介绍女朋友 啊 好心啊 是吧 什么时候去啊 走了 他昨天那天还在 跟我说这事啊 给你说的 我都被你拐破了呀 现在训练呢 谁最苦心呢 还是你要呢 不行不行 现在也是最过能力 挺职啊 对不对 还会把就是当时在国外 俱乐部的一些习惯 保留在国内吗 会啊 训练前嘛 有的时候自己先提前去 那个健身房热身嘛 训练完了之后 再去加练一会儿嘛 但其实现在 就是国内这些球员 基本上也都有这些习惯 您在就国外等于说 连续待了多少年 这是 我是零四年到的法国 今年年初回来的嘛 然后十三 十三年 我还在十三年多 那个时候第一年出去吗 没有 那个时候是在那个 这多大 是在四川的时候 当时是就这个法国教练 他来选人 他把我选走了 当时是成都足协 把他聘请过来 完了之后 他在全国 他选二十来个队员 然后我们在一起 培训了一年 一年半左右 他又从中选了三个人 到那个 到美斯区去那个 去视讯 那么小就去欧洲的时候 就家长陪着 自己就一开始 就自己在那边待着 自己啊 去来欺负吗 不可能 我到哪都不能被欺负 你欺负人是 你欺负别人 我从来不会欺负人 但谁也别想欺负我 我当时 刚一去的时候 我就是我们那年龄段里面 基本上就最好的 对啊 对 对我都非常喜欢 你手里服人呗 对啊 当时 那当时你去是 你爸是愿意 特别愿意看球是吧 对我爸是球迷嘛 我爸其实从小啊 他是 他管我管得特别严 基本上就知道我的人 肯定都知道我爸 就是我的影子 就是 我到哪他到哪 所以他能够 做出这个决定 能够让我在这么小 离开他这么远 这么久 其实是一个 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决定 法国都问 有你那些队友 法国队吗 法国队没有 其他各个队 其他队友 其他队友 马内吗 还有那个 原赛内加尔 那个中后会 库里巴利 库里巴利也是 马内是后来来的 马内是我们 U19的时候他才来 库里巴利是从小 13岁就和我在一起 马内特别逗 太逗了 当时他刚来的时候 是1月份 那个时候是法国最冷的时候 每次本来又在东北部 那个大雪 就零下10度 他们30下2从来没有过那种温度 然后第一天他跟我们训练的时候 他冷得动不了 话都说不了 好可怜 穿了一个短袖 好心疼啊 然后后来教练把那个手套给他 他那天是穿着短袖 带着手套连的 每一个练习他都理解不了 向左跑他向右跑 穿低拼球他给你调起来 然后当时我们就是 你说 你们你们照顾不会踢的来吧 然后那个周末 就打了一场游戏赛 打完那场游戏赛 我就说 我踢了当时19岁吧 我踢了这么多年球 我长到19岁 我从来没见过谁 加速变速这么快 他加速了之后 他还能再加速 对 当时就知道 就是他有点东西 但是谁也想不到 他之后能成这样 但马内这种就是 你会 你能够感觉到 就是他不管现在利物浦 还是以后 哪怕他 拿世界足球先生 他还是一样的 他不会变的 就是那你在国外 带了这么多年回来之后 你觉得高音回来 生活上有什么 特别不适应的地方吗 没有 真的 没有 真的一点都没有 可能你最大的区别是 一些思维方式 还有一些生活方式 但我们每天都在队里面 相对是比较封闭的 你和社会 其他的层面的接触 其实很少 然后你也说 我们就对很佛系 睡觉 是睡觉睡太多 睡觉我特别不念 睡觉睡太多 太多 那这个睡觉 我觉得就是在我这 根本就不可能 他这个基本上 晚上有时候跟我一块睡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都起了两小时刚起 起完以后 然后呢 如果说训练呢 就训练之前必须要眯一下 就是不眯呢 就是说没状态 然后呢中午呢 也得要睡一会儿 就是一定要睡 说不睡 所以怎么能有状态去训练呢 我当时在法国或后来去普达了 那队员只要下午有训练 基本上在训练前都会眯一会儿 你如果下午训练的话 训练之前 你肯定得眯一会儿 其实这个赛界 对于他们俩来说 都是第一个赛界提中超 你觉得 就是跟平常有什么不一样吗 跟之前的话 肯定不一样呀 你第一场是上场是哪一场 全面 他上场比他好像胜率都很高 是吗 对我听他们队里边 队里边有念叨过 你第一场上场的话 就会特别紧张吗 刚上去肯定多少有点紧张 但踢起来就好了 踢起来就不紧张 也属于大心脏 国庆队长是吧 反正在国字号锻炼反正 对啊 也挺重要 各级国字号的队长 说实话 能当队长的人 能当这个 踢前要踢核心的人 这个还是有点东西的 这王储也是第一个在意踢中超 二十六岁才踢中超 再回来踢中超 二十七 二十七 我九一的 你初一的时候没想到 说将来我 这么年轻的时候 我就回来踢 不会想到 没想到 但你如果说当时的话 你跟我说 你五年之后 十年之后 怎么怎么样 你肯定那个时候 你会觉得 但是就是很多事情 你到了 现在 你自己的这个阶段的话 你不会再去有 什么过多的什么 后悔啊 遗憾啊 这样那样 不会有啊 做一个假设 如果没有伤病 会不会往上走 比如我踢 法国的甲级联赛 我觉得法甲肯定是没问题 没受伤的话 应该会进梅斯一线队你 对 因为当时看到好多报道 就是教练特别喜欢你 然后整个的球碳系统 评分也都挺高 然后最后回来了 哪次的伤 一四年 一四年我就做两次手术 两个脚踝都做 当时是那个 他必须要在膝盖的地方 给我插一个那个针管 进去当麻醉 感觉王储的伤 一直都是挺多的 而且会长时间的养伤 你最长一次 就是没有养伤时间 没有上场 是多少时间 一四一五吗 两年 我两年没提 就如果是正常的 比如说受伤的话 让你修两年 你遥遥无期 看到自己不能上场 一般人是不是也会放弃了 但是很多时候你 你自己在这个状况当中 你的心态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吧 比如我给你说一个期限 你就会有一个评估 你可能觉得三个月会好 你到三个月的时候没好 你想那可能四个月 六个月说不定会好 你到六个月还没好 但是你觉得比当时上个月 已经有好转 那你说说不定一年会好 你在煎熬 但又总是有一点希望 伤病没办法 这个也是重伤过的 对 重伤过 那是哪年的时候 一零年吧 队内训练吧 我记得 一零年在上海金山 有一次踢友一赛 然后跟前队友 那个李延 就最早也是我们队的队友 现在再解说 拼抢 然后就是就给我撂那了 撂那以后 然后呢 这撂那我就是 躺了很多个月 净肥骨同时骨折了 净肥骨 这儿 灯巴巴那个伤 哦 我的天哪 对 但我想说一点什么 就是通过受伤 能学到很多东西 如果说有些很多东西 你学到了 其实对你日后帮助也挺大的 比如能看清很多这个问题 不光光 其实我讲的一些不光光 是球场上的一些问题 可能私下里 包括做人做事 其实你会重新 对自己有一个这个认知 那个康复那个阶段 他会思考很多东西 康复其实是最磨炼人的 最磨炼人的 但我是真的不想再学到任何东西了 不想再受伤了 真的 这个够了 你只有这种受过重伤的人 你才能够体会到那种 那种整个的康复过程 那种 他有的时候伤情的那种反复 整个那个煎熬 你除了一零年 然后还有其他的大伤吗 一二年年初软骨 最大的问题是在中国做了一次手足失败 失败以后呢 王后我等于是在受伤的地方 没找到问题 然后我就一直还扛着练 就那么着 一直就是缺着一条腿练 练到十月份左右 当时每天干什么呢 就是骑行车 然后呢 靠着墙进蹲 一蹲蹲二十五分钟 就是蹲起 白速蹲起 不是蹲起 就是靠着墙 扎毛布 九十度 扎毛布 到后来就是 每走一步路都会疼 每走一步路都会疼 后来呢 是年底十一月份的时候 去德国拍了个片子 人家说你这个软骨那地方 连着这个整个骨骨头 都全都发炎了 猪棒骨你吃过吗 吃过 猪棒骨上面不是有一层 薄薄的那个脆骨吗 对 就我等于就是那层脆骨没有了 对 但我现在有什么呢 就是说在那个脆骨底下 不是有这个骨头吗 骨头上我是重新打的眼 长出来的新的这个 新的骨头 那现在会对 就是踢球的时候会疼吗 会疼 但是这个东西坚持吧 很多的时候 中国球员受伤都特爱忍 我知道我有伤 但是我想忍着踢 那欧洲球员就不会 欧洲球员 只要 只要受伤 小伤 他肯定不会那个 就立马停下 他肯定还是会 但只要他觉得 会对他时候的职业生涯 这些有隐患的 他不会管你教练 俱乐部怎么讲啊那些 他就是我职业生涯 我为主 每次医疗的这种 伤病什么这种话题太沉重 我们调剂一下 汪楚 我要来画一下 老大哥 我小时候还学过画画 但是现在肯定不行了 稍微给点面子 画得稍微 稍微好看一看 我刚到法国的时候 我跟他说 我们当时有美术课 真的吗 我每次画下来 老师说我扰乱课堂 这就学了 3 2 1 开始 感觉这两个应该会是咱们这么多期以来画的最好的吧 老板透过一点 这还真别说 这还有点意思 这是画什么位置 什么声音 这声音听着有点不太像 你们都不看一眼模特了吗 都在心里 我收回刚刚的夸奖 画好了吗 4 要是呲 3 你俩能挨打 2 1 有点呲 好 就在以后还是不能当面画 当面画容易起冲突 你控制控制自己啊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刘柏阳画作 半后凉 那你是手臂在哪 不是时间太短了 主要看他吧 该冲我一笑 然后就我校园是这样的 校园你看凉固的那块 然后就一笑完 法令文很重是吗 他那有点像谁 我也觉得像另外一个 有点像万宝破 对 你看我们都说是一个人 发个案 把这个送给万宝破 能不能拍张照片给万宝破发一下 怎么了 我们看一下王傅画作 扰乱科难纪律的 摇控器 你们这边是这么像有规格的 我记得我离间想要呼吸是不是 对啊 他身材太好了 秀一个来 体质 9点多 有 真的有 明明是八话 你少画两个话好吗 来 我等了 把那个万宝破放好 又到了我们正问反达的环节了 王傅 你的女球迷很多 你觉得自己是因为颜值吸引了他们呢 还是因为球技吸引了他们呢 必须是颜值啊 那你太不了解女球迷了 您是在欧联杯进球的第一位中国球员 这个事情觉得自己可以吹一辈子吗 可以吹一辈子 很骄傲嘛 但也不是说就是你要随时挂在嘴边或怎么怎么样嘛 这是哪一个赛季 哪个队这个是 盧森榜的 艾师青年人 当时是 1314赛季 22岁 淘汰范嘛 对淘汰范 我两个回合都进球 第一个进球是在我们主场 当时我在中场拿球 我过了四五个人然后进了 当时记忆特别深刻 13岁出国踢球 27岁回到了中超 错过了一二三政策 有没有觉得自己太贝了 有 钱赚的少了不少了 在欧洲确实 在欧洲的话 你和现在就是国内的这个中超这个收入来比的话 肯定是中超现在投入啊各方面啊 制作部这些 你的合同待遇这方面肯定比欧洲要好 那你假如再选一次 像欧连杯那样的比较荣耀的时刻 跟钱 选那一个 就你这个问题问的 就很明显 不是你在那个年龄段的话 你在那个时刻的话 你肯定是会选择在一个更高的平台 然后一个更大的舞台上面去 去展现你自己的那个天赋 不光对我 我觉得 你要换刘伯洋或换成他们的话 他们也会这样啊 这是一个 会选择更高的平台那种 你现在回来是觉得 自己已经到了自己在欧洲的最高的一个点了吗 我觉得我已经上不去了 上不去了 对啊 而且我到了这个年龄段了 我如果是 我还能够 就 三四年之前 我觉得我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 进步的那个空间 还有那个 我肯定会再去拨一拨 对啊 原来他们 你看修为他们都跟我说过 比如说 我同样在一个梯队里面 我是中国人 那么可能他是法国人 他可能是西边安人 或者欧洲人 会有这种不平等的这种待遇 比如说他会觉得 你如果作为一个中国人 你不能比我超出很强一块的话 那作为教练员 我是不会用你的 有这个 就是对你要求会更加严格 更加严格 有这个 您跟皮亚尼奇曾经被称为梅斯双少 会不会觉得如果没有伤病的话 自己也能踢上欧洲的一线球队 不会 不会 我觉得在发假肯定没问题 梅斯双少这个人的称号 真的当年就看到过 对啊 我刚到梅斯的时候 他比我大也岁嘛 但我们俩一个屋嘛 我们俩关系特别好 但是就是 我之前也说过 就从我去的第一天 我觉得他之前是有差距的 他确实是我见过的 就是 他脚底下有魔法内容 对 他能够提前遇所有人 看到场上的那个情形 然后呢 他能用最合理的方式 把球给处理掉 这个 当时在 在那个年龄段 是不可想象的 就是很天才 很天才 对 刘柏阳 你觉得两位老大哥 万后梁和王楚相比 谁更帅 为什么得罪人来画茶 到我这儿 万后梁 可是 这是他是对草吗 应该是最帅的 应该是最帅的 你看这都 大家都看着了 对吧 我一会儿 我就怕我挨揍了 出了就 别怕 别怕 在中超赛场 面对那些 以前电视上 才能看到的球星时 有没有一种 想找他们签名的冲动 有 我就是 有那种崇拜那种感觉 但没有会就是想找 那些签名那种感觉 你小时候踢球有崇拜的球员吗 争执 反正 五象这种东西就在心里头 然后去崇拜他 然后 但是 但是 该踢还是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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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年踢中超 就代表人和队踢了不少比赛 是不是觉得自己终于踢出来了 是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肯定你 一步一步去努力 然后去慢慢实现自己梦想 刘哥你发现没 这不像二十出头的小伙子 有点油 对 对吧 特别 很官方 就是你脑 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国情队长到 只有这样才可以当队长 有什么说的 一本正眼都胡说八道 走了 有球迷说你长得像韩国人 你觉得是不是因为你的眼睛小 是 但我觉得 我眼睛吧 有点小 这只眼大 这只眼小 一只外双一只内双 这张是美颜了吧 对 2016年入选了备战亚青赛的阵容 后来没有提成比赛 当时你才19岁 有没有觉得自己完蛋了 会 这种我当时经历的是挺崩溃的 但是 但是 我觉得经历这些以后 然后能让自己就更加去成长 然后更成熟一点 然后 对就觉得 不是 正我 这是 这是 绝对官方 曾经帮助全北现代队拿过韩国K联赛的冠军 之后又随贵州人和拿过足鞋杯冠军 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有冠军欲 就 全北现代 我去的时候本来就是排在K联赛的冠军 K联赛第一位 只不过当时他们就是由于这个市场的原因 由于各方面面的原因对吧 想签约一个中国球员 就那么着 往后我就是 就去了 他进球其实挺多的 带刀 这个是 带刀中卫 那两年好像 是有一场中超联赛帽子戏法吧 我记得 07年 他跟你们说过吗 这种我完全不知道 作为一个后卫 单场比赛帽子戏法 帽子戏法 单场比赛帽子戏法 接了自己几 真坏人 老师王欣欣是背景帝 我还不类意呢 我记得特别记得 刚才真是王欣欣 包括现在那个张露 他是插手的 张露 然后我又发一个图 正好我去 赶巧 王欣欣背景 然后微博回我 他犯规了 有一个动作 拉着吧 犯规了 生涯初期一直踢前锋 后来踢的比赛 越来越靠后 是不是因为技术催化了 是 这个由于受伤的原因 各方面的这个能力下降 所以说我觉得 作为现在的我来讲 还是在中后卫这个位置上 反正现在就是在场上 可能更多的就是喊一喊 就是可能是像那些 细腻的技术活 咱不能干了 喊一喊 喊一喊 是鼓励吗 郑伟全场都他是 提醒的位置 提醒的位置 唱山歌 好 据说你的塞尔维亚语说得非常好 跟普通话一样 那你骂人的时候 会不会标出塞尔维亚语呢 不会 我真会 真会 你先来一句普通的塞尔维亚语 我爱你 你过来天天在那种屋里打电话 一顿流 职业生涯跟随人和经历过多次变迁 那你认为自己是不是现在对内当之无愧的大哥了 是 我觉得没有大哥吧 只不过就是说可能有很多这个所谓的老队员吧 在队里踢球的年限长一些 往后呢 资历深一些 我说的这个可能是有点像你们所说的 郑伟 郑伟 但是作为从人和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 没有说一个人说 怎么样 所有人对队员都必须得怎么样 比如你们更衣室里面 中场休息 中场休息进来 比分落后 基本更衣室里边谁说话 鼓励大家都不说话 有那种就互相之间鼓励或 就是说上半届球怎么怎么样 但没有那种 一个人什么就站在那儿 就怎么怎么样 没有那种 曾经代表中国队参加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你觉不觉得这是您足球生涯最高光的时刻 不是 鼓励最高 上一期咱刚说到这个 吕征当时说落选的时候都 这是一个人一辈子的这个履历吧 因为当年在我印象中很深的08年奥运代表团 一共有564个人 那我觉得我能作为其中一份子 有一点有一个事情就前两天我也不知道是我在干什么的时候突然想到 可能就是对打国外那场比赛就是说 让我想到当时的这个场景吧 后来我也想我说在我这个职业生涯中什么场景令我最震撼 后来我回想到哪 就是咱们这个奥运会在沈阳第一场比赛开幕式的时候 当时现场7万多人 对 第一场比赛放国歌的时候 全场7万多人唱国歌 真的这个场景是可能是我这一辈子到目前为止 就是最震撼的场景 我当时我没有手发吗 我在替补器上 我当时就是 就是 流泪了吗 没有流泪 但是就是那种 强忍着那种感觉 真的是感觉特别特别震撼 感情是非常深的 十年了已经 你是一会儿还留着呢 留着呢 而且那场比赛是 足球那个比赛是 比开幕式要先的 对 就等于是中国足球队打响了北江洋会的 基本上算是第一枪 其他比赛都没开始 中国足球 足球是先开始 足球项目已经开始了 第一场我们就平了 平了 一米星际了 董方佐尔进球 董方佐尔进球 拿下了中国奥运代表团的第一个 第一个击分 而且打赛第一球 打赛第一球 打赛第一球 值得纪念 没有了 我们进入到我们更喜欢的一个环节 情报战环节 来自北京人和的罗先生说 说王楚特别能睡 能从10点睡到 能从晚上10点睡到早上11点 然后吃个饭 接着再睡 他问我一个 我是明天早上肯定要吃早餐的 我不可能睡到11点 我可能睡到8点的时候 起来吃个早餐的 我也是在睡 罗先生是谁 罗欣啊 罗洛 这有没有记录 一天最多能睡几个小时 这也没有 因为这记录随时都可以破 随时都可以破 好嘛 好自信的样子 虎式球员 什么是球员 这是树塔型球员 好 来自北京人和的罗先生 还说 说您心情不好的时候 会把手机关机 坐一整天地铁 嗯 你不好是你找 找你自己的方式去调节吗 你是偶遇姑娘的老板 坐几号鞋 坐环线 坐环线 几号鞋 这么忧郁吗 就是你唯一的就是处理 有点像两双尾 两双尾 没有 你在里斯文你可以去看海啊 这这怎么办 就是地铁看人 就是有说没认出你来 跟你搭讪 问我要不要去健 那个健身房 要不要 他地铁里面都开始约健身房了吗 不是他那个意思 又是说发传单的那种 那种 太太聪明了 刘伯扬 有的地铁很远 来自北京人和的罗先生说 说刘伯扬女人缘特别好 特别会撩妹 而且没事就撩妹 不是不是 觉得绝对是真的 我没见过他不撩妹 那还用韩伯扬女朋友啊 真是的 你看我 我撩妹我也不用九哥给我叫了 女朋友啊 刘伯扬犯 那他一开始了 他毁了 那你这一爆料 到时候找对象都找不着了 你给我性格好了 然后就说话 跟人家能聊得来 其他的也不会聊 你知道吗 比较暖 现在姑娘都喜欢关枪上 我感觉要热了 紧张 紧张 来自北京人和的热心观众 刘先生说 刘先生说 说万后良精强大 孩子跟自己长得特别特别特别像 刘健 刘健 特别你儿子的那个神态表情超像 超像 超像 像啊像啊 眼睛很像 而且你一看 就是一看照片的时候 那股慈想感 又喷过儿子 看他的表情 就掩饰不住的那种微笑 开始 现在是上幼儿园的孩子 对 去送 每天都送 每天只要是我在家 肯定就给我送 下半场 可以听听这个变迁的故事 加水 加水 小花应该是中国打得比最多的队员了吧 上海得比打过 上海得比 对吧 那时候中远队生花 中远队生花 对 然后又到了贵州 然后到了陕西 陕西 陕西的时候没有得比 没有得比 贵州也没有得比 后来我去青岛 青岛得比 我又来北京 你算是在这个队里 就是待的时间最长了 没有人比你再长了 就是说从这个一队的角度来讲 就是因为饶伟辉他们是从小 从T队里长起来的 但是他们在一队呆的时间 可能不一定有我长 今年应该是在任何 一现代效力的第十二个年头 所以职业权来说 在一个队呆十二年 现在挺长的 传奇 是吧 之前有北京的队找你吗 实话是说有个当时跟 跟国安 包括跟北控也有过联系 就没想过早点回 主要是想重心慢慢往家庭 家庭方向转了 包括后来留两个孩子以后 然后后来回到任何呢 挺知足的也挺满足的 而且挺感恩的 就是说在离开任何以后 还能让我再回来 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其实还想说 前两个北京俄比 感觉确实 从球迷的角度来讲 两个球迷阵营相产还是挺多的 你是人和队里唯一的北京人 那就是其他比如说国安的球迷 他们会对你口下留情吗 我没听国安球迷骂我吧 没有是吗 没有 你在北京街头走的话 会有北京准备认出来的 会吧有时候会 有时候会经常上来打个招呼 我说还是挺友好 挺友好 对 说你昨天踢的不错 说又赢谁吧 又赢谁吧 昨天踢的不行 怎么输呢那球 前一段时间去小区 这个家里有这个 这个去交钱交费 然后我就说 哎 昨天那球踢真臭 怎么输给他们了 那你会怎么回应呢 哎 那就是 哎 反正 笑呗 就苦笑一下呗 其实谁想输呢 作为运动员来讲 谁想输呢 都不想输 但是有时候像这种集体运动 并不是往往不是一个人 能够解决这个结果的吧 过多的这个球迷 认为可能我们不是这个北京的球队 他们管你们叫流浪者 当时你好像发了个微博 意思就是北京人和也是可以代表北京这座城市的 从推动整个北京足球的发展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不光是我们是好事 其实如果试想一下 北京有四支或者五支中超球队 那北京足球可能会更好 其实挺不容易 从俱乐部的角度来讲 游戏有杯吧 喜是因为获得了这个联赛一支 排名在前列 对 往后也获得了这个足球杯跟超霸杯的冠军 当然杯呢 是到现在为止 也是所有俱乐部 所有成员都不愿意提及的一个话题 就是15年绝对掉极 对吧 这是从贵州 对 但是好在经过两年嘛 经过两年 17年我们回来了 但掉极你也不在 掉极我也不在 我觉得我记得特别清楚 有一次我 我上一次碰到小万 就有一年在首途机场 我问他说你去哪了 然后他说在黄海 反正我觉得我命挺好的 在我就是人生低谷的时候 所有人能帮我 当时队里的苏帽珍 那时候也是大伤之后吗 大伤之后 大伤之后 一年半的那时候 一年半时间 一年半对 然后在青岛黄海也找回了这个 踢球的这个 当时的这个 更好的这个状态 因为从我的印象里边 就是中超的球员 受伤之后他去中甲 他很难再回到中超这个平台上 你可以说运气不错 但我觉得还是 他自己的职业素养 而且那个时候 年纪其实也不小了 二十八九那样 对 因为当时 选择去黄海也是我职业生涯 可能是卖输的最重要的一步吧 因为当时可能 所以我来讲 真的没有考虑到收入的原因 因为收入来讲 当时黄海的收入 就是第一年的收入 跟当时我的人和差的很多很多 但是我就是想 就是能够延续自己的这个足球生涯 想踢球 想踢球 对 还想 我觉得我当时还可以 就是说还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 重新能够证明自己 其实是不是应该算是 职业生涯最好的时候 刀 受伤了 本来应该在国家队 其实顺风顺水的 我觉得职业生涯最好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可能更好 因为年轻的时候 觉得那会儿 自己一是这个身体条件 确实有一定的优势 二是呢 参加完奥运会 然后又去完韩国的K联赛 拿过冠军以后 觉得这个自信心上 有很大的这个提升 但当时就因为这个腿断了 所以说一下就感觉跌到了低谷 低谷以后呢 但是也没有放弃 就是通过这个一年半 一年半左右的这个回复 又重新站在了中场舞台上 然后正好那个赛季也还不错 但是又当你不错的时候 又一次这个 由于习惯节软骨的这个受伤 又一下就把你这个推到了谷底 但这一次可能真的是致命性的 其实那么多年想起来 包括一直到现在 还能够坚持下来 我觉得有时候我也挺佩服我自己的 确实有点挺佩服的 像阿虾你们俩这种 就受过大赏的 长时间的 不能上场的 平常会交流这些东西 在屋里的时候 就伤命这块有过交流 我们俩一下找到那种共鸣了 就那种现在还在提很不容易 大家都好好提吧 珍惜珍惜 像北京得比来说 王楚应该是这一赛季第一次上场 是北京得比的第一场 对 国安的主场 对在课场 当时是第几分钟画上去的 还有十来分钟吧 二十来分钟 就第一次在得比的现场上去踢球 什么感觉 太爽了 宾馆当时一出来 不就全绿色衣服的人吗 你就已经就开始进入那种比赛状态了 你就想上去踢啊 我记得你去九次跟我说 说余大宝进了球之后 第一个反应是找你庆祝 哇那太尴尬了 他这么讲 第四个球 发个点球进去 我当时正好站在那个中圈那儿 跑过来和我拍手 哈哈哈哈 不因为我俩关系特别好嘛 然后 就就我 那个我第一场上嘛 就一直就打个招呼嘛 但我 我怎么能跟你击掌呢 要出学 然后你怎么回应呢 我也不想那手就悬在半空 哈哈 还缩回去 之前你去年来的时候也是提过 说每次去国安踢客场 就在公体的时候 虽然是客队啊 但是一听到那个国安球迷的呐喊声什么的 就自己的状态 虽然自己是客队也能起来 你当时去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 绝对有啊 激发震动力 被骂也很少啊 那么多人骂你 你绝对 你那个比赛欲望很强啊 你在场上踢的时候别人越骂你 我踢也越兴奋 你一进去你就两三千人 你没啥生意 你进不进球 不兴奋 不兴奋 人越多你越兴奋 对啊 你就踢空场啊 没意思啊 所以两场北京德币你去都上了 嗯 对对 你第一场那个德币上了 第一场没有第一场发烧了吧 第二场上了第二场首发 应该是发漫全场是吧 踢满了 踢满了 发挥特别好 职业生涯最具有代表的 主要靠那个高光时刻 对 你要记住这一场 因为也就这一场了 不行不行 男总力也男总力 对 平常在队里嘴也这么损吗 有时候就是点你们那种 老补兜太坏了这种人 其实我们对最那个的是谁 是饶伟辉 会对 太太睿智了 太幽默了 他还真的应该出一本书 他是特别人说段子吗 他是随便说一句话都是段子 而且他那屋就很神秘 三楼就两排房间 他是在镜头左拐 他室友是谁啊 都一个一个房间吗 我刚来头两个月 他老是训练完 跟我们一起上三楼 但我从来没看见过他房间 好灵异 有点杀人 好灵异 然后就搞不懂 然后有一天我就跟着他 被随 然后等下房间参观了一下 然后怎么样 其实和我们房间差不多 房间都一样 就是故作神秘 挺有个性的人 问人家这个教练说 去没去我那 问人家教练 助理教练说没去说 没事去我那 溜溜的看看 然后助理教练去了 说你给自己弄这个名号可以 什么名号就是 他给自己买了一个牌上面写 是总经理事 总经理事 就是时间长了 绝对不吸引了 再来换了一个 进门前请三思 还可以换 感觉这赛季其实对于你们来说 保级没有什么压力 保级应该问题不大 不能那么说吧 因为我觉得 这种危机感时刻都是存在的 其实还有几轮在这 其实咬的挺几轮的 一两轮你不赢 昨天看了眼积分榜 第十一名也不第十二名 跟我们就差两分 你说白了就是可能是 很有可能就是两场比赛 或者是一场比赛 你一场不赢 或者一场不拿分 人家迎上两场 你可能就现在变成十一名 或者十二名 一下又掉进了这个将棋区 去年就是说 他们冲超那个时候 就是也是明明知道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你们应该冲超没有问题了 但是没到那个线的时候 还是每个人会很紧张 冲超的时候 确实是就是 有很多队追的 特别特别紧 因为那个时候是 不允许你犯错 可能只会给你这一个机会 如果你连续犯两个错误 可能真的就是掉下了 保级有压力 但是压力不大 九轮拿五分 其实在咱们看来 觉得还 没什么 我觉得不好的 因为你们打官 打生发之前 你谁能想到 这三场比赛拿个七分 对 你想不到 对吧 那剩下期的时候 大三次不过 缩皮皮吗 一直缩皮皮 能修四天 这个就在 现在这个间歇器吗 这四天那天 这间歇器 反正跟 跟孩子说好 带他们去做快艇 因为上次 上次是老大幼稚园 那个 因为小孩们有时候 经常会得一些传染病 他们班有孩子得传染病以后 班级就给封了 就不让说再去幼稚园 怕相互传染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带着那个 带着老大去动物园那 就是做那个小快艇 就是可以到 就是那船可以到 颐和园的那个是吗 对对对 就在那个河道上走 但是是快艇 快艇 人家故意给你让 左右摇晃 我女儿特别特别开心 然后就跟我说 上次去完以后跟我说 说爸爸咱们什么时候 还能再待在地里去一次 这个做快艇 好暖 周六周日放假嘛 我就说正好妈妈也不上班了 我说带着你们两个去做快艇 就是两个人特别高兴 今天感觉整体听下来的话 咱这个队 这种入行很久的 这种佛系的那种球员 这种佛系 他感觉每个队真的气质 都是不一样的 不过信佛 经常在佛 好带你这真佛系 真佛系 老板这是有什么怀念 刘伯扬你猜他今天 谁犯规是最多的呀 肯定我了 人生需要加点盐 全部刀了呗 对弟弟好一点 来我 来看楚 那完了肯定全刀了 谁好像卡布奇诺 你看老大哥知道我这有把勺 他说卡布奇诺 你不给他 可以可以 大口喝进去 大口喝进去 不要闻 还挺好喝的 你要不要闯上 我不要 他开始撩了 还真的 还真的有那 哇 可以可以可以 小店马上就要打样了 最后呢 我们要喊出我们中超脱口秀的口号 印象最是当然他那个大长腿 对吧 大长腿包裹特直的那腿 买发字是吗 这特别印象最 最最最 是呀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多了这么多年 拿好的兄弟我都看不下去了 你们这么黑的 中超脱口秀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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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柠檬水你们喝了15个 你们知道吗 然后啤酒两杯 啤酒算二十吧 这样一百九 支支 向商家付款 好嘞